就是说我们担心就是超东不方便 如果说市场赌输流也没办法抢修 谁要管这个事情 在高通报公罗总教 决定要将第十六山第二川楼团 感激行为一般变得 当地基民是最终烦恼 就怕以后山坊楼团了 以后要出级合流买和淡台人口就最终麻烦 所以说我们很关心这个节点 希望政府能不能还是继续下去 其实还是这样的话比较好 第十六山其实九到四十一公里处 这间高通报公罗总教丹方民政委 这段路适用六个 在车中以三方路等 国定将港元一般的变土 并极为未来的道路养和港做 将慢慢专与资金欠款的 电风公司来主行管理 因为那个路段的话 它现行不佳嘛 道路路快也不足 它也常有落实探方的发生 或者探方有灾害会发生嘛 台风好雨来说有灾害发生 那为了降低那个风险的话 我们就将会降为一般的便道的管理 降为一般的便道管理的话 主要是告知用路人 那各路段是有风险的 那现在空污段其实他们都有做边坡 直升的防护 那其实他们只要做好一般的 维护管理 不必要进行动到时候 要把那个降级为一般的便道 台湾山第二川楼队 连这东北都做人 很重视的老部落 以及传统性外区业 加上和老朋友 因为有未就 農地農政和民主的经营 这几年来 靠到新一港元的 才能保持正常的交通 因此新一港元的 非港元来放弃一样 新一香港所表示 真没法接受 一般那个地方 物理亭 它也有民宿 也有我们的农田 也有农民 在那边出入 也有我们的传统领域土地 也在那个 林班地那附近 那真的我们公所在于 财力 物理人力部分 真的是很难去维护 有这样一个 比较 这么大又长的一个道路 降级之后 那管理维护 还有管制 那道路的通行 都是由公団这边来负责 并不会说马上就丢 以乡镇公所这边 那个要交给他们的话 是会试验 跟他们做过协商 他们有能力管养之后 才会交给他们做管养 如果发生那个 道路灾害 或摊放 或道路损坏的话 还是由公団这边 做管养维护的动作 不要问过 东西基民的意见 交通报告统终究 就等方便宣布 将第16参第2川路段 降级为一般变得 这个总控 要让政府批判 关注民生和管理的属性 是国在警察一间 记者给我们说 最后报道 好 好 好